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曾小杰 欢迎回到即市攻略的环节 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看到上证指数升10点 报2667点 深证城指升31点 报9114点 护心300升18点 报2871点 恒指方面报19265点 升70点 国企指数8056点 升28点 大市成交125亿 这是嘉宾Channel Arno 和我们分析最新的市况 Arno 你好 阿Key 你好 先和你谈谈大市 隔晚美股做好 道指升超过100点收市 但今早港股偏远 低开 并且在2月期开市之后跌幅扩大 见到现在升上来 升69点 但升势都不是太凌厉 挂揭指数今早都要低开31点 为什么外围的情况相对来说 其实都不错 见到A股都有一个升势 但港股就好像比较弱 今天的后市是否都会体坦一点 其实港股现阶段的走势 其实和外围股市都不是有很大的敏感度 现阶段影响市况 最关注的是油价后市的去向 昨天美股做好一点 市场就最主要衷景 可能俄罗斯和一些油组上 可能会达成一个减产协议 但市场在这方面的看法 也不是非常乐观 所以昨天来说 看到油价反弹的幅度也不算是非常大 当然如果最终达成减产 我相信无论对港股美股 或者环球股市都好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始终达成一个减产协议 油价的反弹幅度我相信是会比较大的 一旦油价做好一点 整个投资气氛会明显地改善 港股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也不奇怪 但现阶段来说 第一方面市场对这方面的信心 是不足够的 始终一直以来都提过减产很多次 但最终都未能够达成共识 最主要说 无论是沙地亚、阿拉伯也好 或者是俄罗斯也好 这两大的油产国 都很积极地去抢市场占有率 所以会否突然间转态 突然间可以两个地方的国家 可以达成共识去减产 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始终油价现阶段在30元这些位置 他们都不希望见到 所以市场是会有这个充劲在 但都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才能够可以刺激到市况做好 现阶段对港股来说最困扰的 都是A股后市去向 今天来说 上证综合指数是有反弹的 但幅度不算太多 甚至现阶段市场仍然在担心 有机会在创新帝 始终内地方面 是比较多严重的问题 包括流动性紧张 甚至现阶段传有很多内银股 都有些票据相关的问题 始终内部监管有问题 市场对于内银股的信心不足 所以一种中资金融股 下调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 不过港股的走势上 从技术层面上 未必是太差的 你看回这两天来说 虽然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幅 但是从图表走势上 都见到恒指开始突破10天线的阻力位 始终调整是 自从恒指由12月底 即30号左右这些位置 跌穿了一条10天线之后 一直来说都不断反复向下沉底 很多时候反弹到接近10天线的位置 都再掉头向下 但如果在现阶段 经过一个月的调整之后 恒指能够升穿一条10天线的话 短期后市做回一个技术反弹 可能性或者是有条件的 所以短期来说 我自己未必会看得太差 但是反弹幅度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消息 包括说 如果看不到 好像连相关 由减产这些相关的利好消息 我相信反弹到 可能25号的高位 大概19,500点这些位置 就会有初步的阻力在 所以短线来说 自己会先看反弹幅度 目标会看到19,500点这些位置 短期后市来说 我觉得只要不再跌穿19,000点这些位置 去駁回一个技术反弹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明白了 跟Arnold讲完的大事 讲一下一些焦点板块 讲一讲 编号2333的长城汽车 看到他今早要列口低开9.5% 集团昨天公布了2015年的业绩快步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纯利是80.4亿元人民币 按年要微跌0.02% 期内营业总收入是760.33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加2.1% 集团表示 静利润与2014年持平 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的增速放缓 和企业行业竞争加剧 令毛利率有所下降 看到这些业绩一出之后 股价就大跌 暂时跌超过1.3% 更加曾经创过52周的新低 盘中低见5.82 是否反映它的业绩很强差? 长城汽车的确说业绩不是太理想 但你看到估计这么大 我相信最主要原因是市场对它的看法 看得比较悲观 其实现阶段是2015年的业绩 意义不是太大 特别说长城汽车一直有公布过季度业绩 整体而言第三季的业绩 都看到明显有转差的迹象在 所以看回这次业绩上 大家要关注整个第四季方面的表现 第四季的确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倒退的迹象 但始终公平地说 始终在2014年的第四季 长城业绩有个很强烈的业绩 所以基数效应相对比较高 今年长城汽车有机会面对倒退的相关风险 最主要受累一些新型汽车的销售 不是太理想 这方面对公司的确会造成压力 不过说长城汽车或者很多汽车股也好 今年2016年有什么焦点 都会推出一些新的新能源汽车 等等相关的技术 如果这些新汽车推出了之后 市场的反应仍然是好的话 就未必需要太悲观 始终说这些新能源汽车 都预料过毛利率 会相对地做好一点点 不过始终说现阶段长城汽车 面对着的问题就是在一些新型号上 市场的反应不是太理想 所以这方面来说 对股价后市来说 我相信是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明白 其实长城汽车的业绩表现就一般 但反而见到国策方面 很支持 刚才Arnold也有说的 一些新能源汽车 会不会在部署上 都会选择比亚迪这些新能源汽车的龙头 会比较好一点 你讲比亚迪的确的市场的焦点 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但始终说正如之前所说 新能源汽车的确仍然是市场的焦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今年2016年 很多汽车公司都会推出新能源汽车 长城汽车也有计划推出一些新的插电式混能汽车 像吉利汽车都会推出一些混能式 甚至是纯电动汽车等等 所以我预料电动汽车上面 市场竞争会进一步恶劣 所以本身是龙头的比亚迪 都可能有机会受到威胁 所以我觉得的确虽然 新能源汽车是有一个冲劲在 但是在这些市况当中 市场都是担心经济问题 如果经济仍然比较的话 始终说这些新能源汽车 都是属于平均售价比较贵的汽车 那销售反应是否真的能够 不断有很高的增长速度 这方面有保留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冲劲 暂时来说 我相信是比较难做一些比较大的炒作 安娜的言下之意 是不是其实汽车板块 甚至是长城汽车都暂时不宜遮守 汽车板块上面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整个板块上面的估值是非常便宜 甚至是长城汽车出了一个 不是太过理想的业绩 跌了那么多之后 历史市盈率 都是5.4倍 预测市盈率 预料全年来说 盈利未跌0.2% 就是2015年 预测市盈率 现在也是5.6倍 5.5倍 还有这些位置 估值上面 的确反映了很多利淡因素 短期后市来说 我觉得股价跌到这些位置 未至于要急于止蝕 后市来说都可以再多一会 但是这个板块上面 去部署 我觉得直播率 就未必太过吸引 始终讲汽车股 今年上半年来说 销量表现可能真的强差人 所以说 都可能会比较难 出现一个大明显的升幅 但我觉得好像以长城汽车为例 跌到5倍PE 这些位置 股价都已经是非常低賊 我觉得下调的空间 都未必太过大 今天的低位是5.82 这些位置投资者如何部署 我会建议 如果不再穿5.8 这些位置 都可以先拿着 但是博反弹 我就未必太过建议 在5.8 这些位置 如果能够守得住 短期后市都可以抗个技术反弹 我觉得都不妨 可以等到股价升到 大约是6.8 或者7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减次利场 好 谢谢 非常详细的分析 看到长城汽车 暂时做6.03 另外 恒指最新报19,332点升136点 国际指数8,108点升80点 大市成交163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 先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